你是不是天氣一冷就很餓想吃東西呢? 其實你並不是真的餓 你需要的是營養而不是熱量 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研究顯示在冬天 瘦體素跟甲状腺素都是上升的 反而飢餓素是下降的 照理說我們如果冬天吃的跟夏天一樣 應該會瘦的比夏天還要快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冬天比較容易餓呢? 首先就是跟冬季陽光照射減少 影響到我們的心情跟荷爾蒙有關 例如說血清素的下降 造成一種類似冬季憂鬱的感覺 產生情緒性進食 所以冬天會渴望更多可以增加血清素的碳水化合物 另外就是很多人直覺 是因為身體需要更多的熱量來維持體溫 所以發出一些訊號叫我們多吃東西 但事實上你需要的不是熱量而是溫暖 適度的溫暖的感覺可以幫助你緩解飢餓 所以我們不需要亂吃 那現在我們知道冬天容易餓的原因了 王先生教你怎麼吃 重點是要選擇有營養的食物來滿足冬季的渴望 例如說雞蛋、魚油還有高纖維穀物這些食物 可以幫助應對冬季常見的季節性情感障礙 與其忍耐跟抵抗不如用正面飲食的原則 從我不能吃什麼轉換成我應該要多吃什麼 例如說我們可以把涼拌豆腐改成豆腐火鍋 就像4加2啊 腸道健康食譜裡面的元氣滿滿鮮彩豆腐鍋 或是把豆漿加上熱水跟蛋白粉一起泡 再加點薑跟肉桂粉 或是一杯加L糖的熱薑茶 就讓你整個人溫暖起來了 也可以在社團裡面跟阿友們抱團取暖 讓自己的身心靈也一起溫暖起來哦 記住高蛋白食比其他食物是最能產熱的 反而非常適合冬天吃心哦 好